因為在我的長大的理解裡面 我是覺得 可以 先拿一個好了 好可愛喔 還有泥沫 有一點泥沫 有一點那個大海恐懼子 為什麼 你小時候有膩水鍋的時候 有 所以我看到海的東西 看太久就會覺得 心涼涼嬌癢癢 那海鮮欸 你說吃了嗎? 不會啊 完全不會害怕喔 現在的任務是你們一人要點兩道菜 我連去約會 我都要跟約會 我們今天要幹嘛 今天要完成一件事情 我覺得很棒欸 就怕遇到那種耍廢出來 我不知道 都可以啊 不是 我們不是耍廢我們 你就是嗎 你就是吧 都可以啊 我們是好相處 不然你要找一個說 欸我這個我不想吃這個 我不想吃這個 然後一邊太暗了 這裡太濃郁 你喜歡這種嗎 對吧 我們是好相處 認真得出一個結婚說 沒有女生不愛吃火鍋 對 為什麼就是吃完 可是我發現我小時候很討厭吃火鍋 就是到了一個年紀之後 就會變得 我生中 不能沒有火鍋 我是喜歡吃熱 所以我超級喜歡吃鐵板燒 而且我很喜歡吃 這種 家常菜 熱炒 然後加啤酒 沒有啤酒的部分 我不喝酒的啊 我是加入樂天 被學姐們帶領的 但我成長了 不是啦 小喝就好 小喝 不要多喝 我平時沒看過有一些藝人喝酥脆酒的樣子 我跟以前公司偉亞 耶 吃火鍋 吃完是不是 欸你們兩個常吃火鍋嗎 像 常吃 常吃嗎 不是因為你想不想 欸香港人 這個禮拜至少一次 試鍋如命的人 那你吃鍋有什麼原則 我吃不喜歡吃有湯品的鍋 我通常都不會太喜歡吃有加料的鍋 你失去他的原味 你不要把個人批號加煮菜菜 我要跟他們對話啊 我要引導他們啊 你不是引導 你是往你自己的方向引導 你只是想讓觀眾知道你的事 大家會想知道你是誰 大家很想知道嗎 大家應該很羨慕我是誰 你煮菜是不是煮到爛的 我會把菜吃得很碎 然後把湯煮得很淺 然後有時候都會跟別人煮菜說 你看我的湯煮得很淺 那小滴咧 其實我吃火鍋 我有一個原則 就是我會有順勢 我會先吃完菜 然後再吃肉 那重點來了 你們吃滷肉飯是不會拌的人 還是不會拌的人 我不會 你不會拌 我咖哩飯也不拌 不會拌的人 我喜歡你耶 很屌耶 你也是嗎 我看心情 我小時候會拔群屌在一起 那我長大之後我發現 小時候不懂事 而且飯一定要拔 然後醬要餓 所以剛剛你幫我看一下 他每天就把飯沒來 那檔案沒存 沒關係啦 又不是第一次啊 我剛剛有這麼多精彩的言論 我檔案沒存到 我很難過耶 我在教觀眾跟女生聊天 因為我們曾經拍過一個香港的女生 他說香港女生常常會 就是所謂的交往啊 就是可能可以先牽手啊 幹嘛幹嘛 他還沒有交往前 對還沒交往前 那試試看你適不適合 不適合就算了 可是台灣男生都會覺得 可是台灣男生都會覺得 不是啊 長大後都這樣啊 蛤真的嗎 那我受過好多次牽手的機會 那個氣氛 那個氣氛會出事 就是你想要牽手 沒有牽手的話也沒關係 因為 在我的長大的理解裡面 我是覺得 可以 先拿一個好了 我是仔雙女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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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仔雙女生